而在法国殉职的空军换上飞官王同义 在法国举办完了告别式呢 今天早上六点多 太太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女儿 带着王同义的骨灰搭机返台 天气又阴阴的 真的看起来非常的哀戚 国防部长高华柱亲自迎接军灵 随后呢骨灰被护送到新竹的空军基地 预计在15号的时候会举行攻击 而王同义舍身救人的这个秦超呢 也将获得马总统追进空军上校 经过10天的等待 12号早上6点多 在法国罹难的空军被关王同义 终于回家了 王同义的母亲穿着黑色大衣 低着头神情哀戚 由家属帮忙缠扶下飞机 而他的妻子则是戴着墨镜 紧紧抱着五个月大的女儿走在后头 就是担心女儿受到惊吓 王家这几天飞到法国处理后事 已经身心俱疲 国防部长上前慰问 王同义母亲的泪水又滑了下来 实在是难掩心中悲痛 家属抱着王同义的骨灰 接受军方致敬 王同义是冠向战机碑冠 派到法国接受两年的战术训练 再过一个月就可以荣誉归国 却在3号飞行失事 为了把战机开离住宅区 错失了逃生机会 舍己救人的秦超 将获得马总统追进 空军上校和奖章 我们会有一个很庄严 隆重的安措仪式 暂时会站错在我们基地 那后续的话 我们会预划是在15号 也就是礼拜一的早上9点钟 举行攻击仪式 英勇情操获得台湾和法国肯定 王同义的骨灰在军方护送下 回到新竹的空军基地 对上弟兄将在这里 向这位昔日的同袍告别 大家都盼这位英雄一路好走 中天新闻黄楚华何茂谦 桃云新竹综合报道